欢迎来到本周的V生命灵数,大家好,我是Wendy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生命灵数九宫格 如果你没有一到九的数字,那我在个性呈现上面或是我的行事风格会有哪些面向 以及就是你在人格特质上面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大家经历关系或者是维持关系哦 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生命灵数九宫格当中一这个数字 一这个数字的核心本质呢,基本上是非常享受领导的权利 然后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另外呢,你的自信性也是非常高的哦 所以如果没有一这个数字的人呢,那他会有什么样的特色产生 我们先说大概1900到1999的人自带一 就天生久异,所以在这个世代的人呢,普遍呢,你都会具有愿意追求跟去展现自己能力的特质 代表的就是愿意承担,以及在变化多端的环境当中 你其实是拥有可以一起调整,并且能够有弹性的特质 接下来我们要说在2000年之后出生的孩子哦 大部分除非啦,就是你的月份或是日期,或者呢,你本身是牡羊座或摩羯座的 再来就是说你的总数加起来有一这些特质之外的人 大部分2000年出生的人,他都是没有一的 对于掌握权力啊,或是主导权啊 一定要证明自己很优秀的想法或者是标准 一定要自己是领袖这件事情 其实不在他们的理想范围之内 就不在他们的想象世界 因为他会觉得说权力应该是要分散的 那大家都在自己很舒服的状态下 这不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世界吗 所以他有时候就会看这种19多少年出生的人就一直跟他说 不行啊,你要去当团体当中的意见表达 你甚至要带领大家展现你的霸气啊 等等等等这样子的感觉 他们会觉得说不是啊 可是在我的感受当中我会觉得说 我想要跟团体在一起 我欣赏跟喜欢聆听别人的意见 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意见领袖已经出现的时候 我就追随他就好了啦 我就按照他已经会的跟整理好的 让我知道怎么做就OK了 1这个数字当中一直要的这种强迫感 反而是给人家很压迫的感觉 所以没有1的人其实会给人家的感觉 相对非常的随和 在沟通意愿上面的接受度比较高 就他们不会有那种壁垒分明的这种 这么鲜明的样子 会觉得说反正事情呢 如果已经有标准 我就按照过去的标准做 那如果没有标准呢 那就聆听大家的意见 让用叫共视觉的方式来找到一个 大家最想要的方法 所以这是生命因素如果你是没有1的人 或是你相处人没有1 你会比较容易感受到蛮随和的啊 也都还蛮好沟通 很多事情他都会说 没关系那大家讨论看看这样子 生命因素九宫格2这个数字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先讲2这个核心本质 2这个数字代表的是 追求和谐平衡 善于和享受合作 然后感觉非常的灵敏 并且呢 你非常享受他人的肯定哦 没有2的这个人呢 最明显哦 希望大家不要生气哦 最明显就是你在打扮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不是你最在行的 就穿搭啦 配色啦 并不是你信手拈来的能力 你们比较容易去买东西的 就是人家搭起来整套是什么 你就把它买回家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 在沟通方面呢 你们习惯就是要眼见为平 实事求是 在讲事情上面 比较不会去包装也不转弯 因为你会觉得沟通 就是要来讲事实 要讲事情 那怎么样叫做讲事实 就是要把事情讲清楚 而不要是在讲事情的 或是讲真实情况的时候 还要去顾虑到另外一方的感觉 那这样就失去沟通的意义了 那从在关系处理上面啊 没有2的人相对的 感受敏感度真的也比较低 所以很习惯性是用直球对决的 所以有的时候啊 虽然他说的是实话 但其实杀伤力不小哦 其实某一个程度呢 我自己还是觉得 有一些些特色是好的 比如说他不常话 在情绪这一块 其实是比较直白的表达 所以我就比较不常着 噎着啦 跟人家说 反正我就是对事不对人 但有时候也要跟 没有2这个数字的朋友说 你有时候真的有时候 会太在乎面子 会因为面子被剥夺 而一直强追着 要人家尊重你 或给你认可 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有的时候 情绪会比较容易上来 所以要跟没有2的人说 要练习有理智 但是可以不用气壮 可以用一种 留面子的方式 来把实话讲出来 能够让你在 跟大家沟通 或关系相处上面 能够更圆融 也可以避免 更多不必要的纷争 好紧接着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生命数 九宫格三这个数字 你非常愿意尝试 新的事物 创意也很高 同性度也非常高 那没有三这个数字的人呢 他的人格特质是什么呢 基本上他的个性 会非常的耿直 也愿意分享 但有的时候啊 在表达上容易会发现 持不达意的误会情况 熟悉你的亲朋好 或是真的跟你共事过的人 会知道你是一个 很认真正直 并且真心与大家 交流和交往的人 他们比较不会误会你 另外呢 没有三的人 你们在创意发挥上面呢 并不是你的强项 就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想 而且有时候想出来的事情 有可能是在别人的基础上面 虽然就是说创意 并不是你的强 但你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哦 你很愿意花时间 去跟前辈 或是专业人士请教 在他们整理出来的专业当中 你再去理出一个 较好的步骤 所以没有三的人 基本上你是需要 一些些的时间的累积 还有自己的耐心 但基本功一定要是有的 所以你只要愿意累积能量 同时有耐心的状况下 你还是有机会 在你自己的领域当中 成为佼佼者 甚至是达人级以上的 这种优秀人士 只假设你是没有三的人 沟通的技巧 其实是可以靠练习的 好好的表达 避免自己 词不大意而被误会 神秘书九宫格四 它代表其实是一个 非常高的执行力 然后金钱的务实度也很高 对于生活当中 这种安全感的要求 也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 那如果没有四的人呢 那他会有哪些 外险且明显的人格特质 第一 钱财男生外之物 所以他对于 谁付的比较多啊 谁付较少啊 比较不计较 然后生活当中 也比较随性 但是他们对生活环境 是比较坚持 这个环境比如说 干净度啊 气味等等的 确实是蛮坚持的 另外在持续力这一块啊 其实没有四的人真的 他不是你的强项 你很容易在乐趣过了之后 或者是出现难度的时候 你就想放弃了 金钱管理上呢 没有四的人呢 如果没有特别的训练 或是你从小就有人带着你 或强迫你做这件事情的话 管理和投资真的比较 不是你在行的事情 你容易出现赚多少 花多少 点像愿望族的情况 另外呢 在关系相处上面 没有四的人啊 比较容易会有 被人家说孤僻的一面 但其实你也不是 不愿意交流 而且就是有一个实习的时候 你就会突然觉得说 我得了懒惰症 我想要自己 先关起来一下下 但是如果你是 拥有自己的家庭 或是你有想要保护的人 出现的时候 就算你是没有四哦 你还是会被激起 强大的动力 执行力 然后展现 惊人的爆发力和持续力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没有四的人 赶快去找一个 让你愿意想付出的人 你会发现自己 会有180度的大改变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生命运输九宫格五这个数字 五这个数字的核心本质啊 就是自我意识比较高 然后不愿意被社会 或教条规范 但是你的舞台魅力 是非常明显的 五呢其实也是在 我们的九宫格当中的 这个中心位置 我相信大家对 生命运输九宫格 其实是越来越熟悉 所以中间位置就是五 所以没有五这个数字的人 比较不会坚持自己的己见 然后他愿意参考 作为环境和别人的 一些经验的分享 就是对于自己要什么 会比较随着年纪啦 或是你的朋友圈 或是另外一半的建议 而去改变 就算你原本 其实是有一些目标的 但如果说你的朋友 或者是社会 或是你很看重的 另外一半跟你说 错错错错错 我觉得这个目标不对 你就会去改 你就会把它变成 对方想要的 在关系相处当中 你的内心是非常渴望自己 是属于在一个团体里面 同时呢你也希望 自己被另外一半接纳 你是一个很需要 有精神支柱 以及交流群体 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所以这样子的过程 会让你充满了安全感 和幸福感 在群体面前 如果是需要选择的时候 就算你心中 已经有个答案 你有的时候会因为 在选择的过程当中 听到别人说 答案是A 就算你心中是说B 你就会开始动摇说 天哪我要讲自己 心中最真实的答案吗 还是我要跟别人一样 没有五这个数字的人啊 其实你们真的很愿意 打开自己为你们在意的人 去学习甚至是改变 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哦 要跟没有五这个数字的朋友说 你们真的要胜选朋友 和另外一半 因为你们真的像海绵一样哦 学得快 吸收也快 但你们一定要开始练习 好好保护你们自己的心 因为当你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赤裸裸的把自己 呈现给另外一半的时候 当对方也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 或是比较没那么成熟时 很容易不小心的就伤到你 那这样子的伤害 其实是尽量希望 没有五这个人可以开始远离 同时要保护自己 好我们要来看 圣灵书九宫格六 六这个数字的核心本质呢 就是有很高的同理心 同时你也很享受亲密的关系 不会害羞表达自己的感情哦 那没有六的人呢 你的个性其实非常的真实 不虚伪也不会讨好人 非常的单纯哦 但有时候过度真实 以及嘴巴不甜 很展现自我的这一面 在公众上面有的时候 会太过直白 有话直说啊 情绪都放在脸上 真的会比较吃亏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哎 讲个话而已嘛 不就在沟通 你有必要築起高墙啊 或者是说 你干嘛解一个十面 给我看这样子 另外呢 没有六的这个数字的人 在谈恋爱 我也必须说 真相对比较吃亏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比较是用 自己的角度来想事情 而且你们比较难换位思考 如果要避免吵架 或者是让别人觉得说 你是理解我的换位思考 这个能力确实是需要 靠训练的哦 你们嘴巴也没这么甜 虽然是行为上面 愿意窝心的人 但有的时候嘴巴比较硬的时候 也会让你自己的 桃花运会少一点点哦 没有六的人 有时候会觉得说 天哪 怎么有人 可以说出这么恶心的话 但我跟你说 在爱里面 恶心 其实有的时候 都是必然重要的事哦 跟没有六的人说 要开始先了解 自己和对方 在关系当中 真实的需要 跟期待是什么 让你自己在付出的时候 不会出现 就吃力又不讨好 你很努力的给给给 可是对方没有感受到 然后到最后 你自己又很受伤 你又开始对人性 产生了不信任感 这是有点得不偿失的 好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生命数九宫格七这个数字 数字七的核心本质呢 是一个直觉力很高 然后思考能力也很高 信息度非常高的人 没有七这个数字的人 通过生活的打击和现实 其实会让你慢慢接受 跟相信 理解 凡事都要靠自己的努力 和脚踏实力的去做 你就开始不会觉得说 嗯 我等等看 我应该有运气 可以不用太辛苦 就往我的梦想去前进哦 真的要跟没有七的人 人来说 不要这样想 因为你在生活当中 已经让你知道 这件事情跟你 比较没有这么紧密的在一起 但也不要担心 是因为 你只要愿意做 你只要努力 基本上你还是有机会 朝你的梦想去前进的 另外呢 没有七的这个人 我跟你们的个性上 本质是非常的单纯 而且非常容易情景 遇到新的人啊 事物啊 你都不会带着怀疑的心 或不信任的感觉 所以你会让人家觉得说 哇你怎么这么亲切 然后你会觉得 哇对啊 我想要了解 你可以告诉我 在这样子的一个核心本质上面呢 你们就喜欢单纯跟简单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 没有七的人 你会发现他非常怕麻烦 他很不喜欢复杂 或者是过于深层的思路 然后要一层一层这种拨 他会觉得说 有必要吗 反正事情就这样 有时候你在分析事情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嗯 有答案就好了 真的不要再往太深层的去挖或讨论 所以这是没有七的人 在工作上或是在议题讨论上面 较容易出现的一种感受 在关系相处上面 如果呢 对方让你感觉到 哦 好麻烦啊 或者是 有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出现 急躁 或是急触的情绪 关系相处当中 没有七的人 其实会觉得说 我们今天竟然要相处 我们就让生活 单纯一点点 不要让工作的事情 或者是遇到的困难 发酵在我们的情感相处当中 他就会觉得说 可不可以 简单一点点就好 如果你现在 正在聆听 然后是没有七的人 生活当中 甚至是你们在关系相处当中 其实很难做到 这么明显的切割 因为你们就是 一体包在一起的 可以先听对方说 那你不用一定要回应他 甚至你要在回应前 先冷静一下 想一下这个话 讲出去 他会愿意听吗 还是说 这对他现在的情绪 是有帮助的 如果是没有的话 建议你先给他一点空间 聆听就好 人民领数 九公格当中 八这个数字 数字八的核心本质 是一个追求成就感 然后享受学习过程 同时想要通过 了解周围的细节 获得较多的安全感 那我们来看 没有八这个数字的人 在人格特质上面的表现 会是什么 他们会比较不在乎 权力和金钱 在做人 做事上面呢 比较不会因为 对方的社会地位啊 甚至是财务能力 就会屈服 甚至是做出 违背两性的事情 就基本上 没有八的人 他很难 因为你丢了一张名片 你跟他说 你是某某某某懂 他就觉得说 嗯那然后呢 管理方面哦 你们也是一个 比较不眷恋权力的人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 现在位在管理职 其实你不会是 用位阶或是权威 来要求你的下属 但有的时候 也会比较容易出现 你无法掌控的局面 或是失控的情况 所以要跟没有八的人说 虽然你不愿意去 用身份地位要求 但你可以用KPI 以及团队 共好的方式 来去要求你的下属哦 没有八的人呢 也不太会去要求对方 你会用一种 比较放任的方式 去跟对方相处 那另外呢 你也不太说出 自己的期待 在不小心的状态下 其实你比较容易 遇到被劈腿 因为你的另外一半 其实不太清楚 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你的态度太过放任了 然后也不太要求他 有点像放公正的这个 放啊收啊 放啊收的 确实是生命运数 如果你是没有八的人 你要练习的 因为有时候 你太随遇而安了 但我会觉得说 贪啊或者是目标 这件事情 不要把它想得太多 应该是在一个 不强迫人的状态下 去帮自己的目标 和梦想逐一去达成 最后要来跟大家分享 生命运数九宫格当中 九这个数字 九这个数字的核心本质呢 是你愿意共好 然后追求社会的和谐 同时你也非常 爱护和保护大自然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 如果没有九这个数字的人 他会产生哪些人格特质呢 二十世纪出生的人呢 你都有具备九的这个特质 九的特质就是我上述 刚刚讲 就共好啊 追求社会和谐 爱好和平 又来了 又跟那个义一样 就两千年出生之后的孩子啊 普遍都没有九这个数字 没有九的人 跟两千年之后出生的孩子 他会把较多的精力 和关注放在自己身上 负责任的人生 就是先把自己顾好就好 而不是别人好 自己在好 他会觉得 我要先好起来 我不成为社会 跟别人的负担的时候 这就是我负责任的方式 那对于回馈社会啊 甚至是说 大爱之心啊 同情心这件事情 他们的第一个想法会是说 嗯 这些人需要我帮助啊 他有些努力吗 他们值得我帮吗 他们有没有做过 该做的事 比如说该念书 该去投履力表 甚至是说 那如果你没有钱 你有没有想过 更有效率的时间分配 他就会有很多这种 先用问号的方式 来去拒绝帮忙 所以有时候 在这个的思考路径 过程当中 会被人家觉得说 好冷酷无情 建议没有九这个数字的人啊 可以开始开放一点点 自己愿意跟别人 互助的一个扣打 21世纪还是强调 团队合作跟发挥 个别强项的年代 所以就算在 顾好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还是可以适当的 跟他人分享你的资源 因为你也不知道 未来哪一天 你有可能会需要 其他人的帮助 好 以上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 生命灵数九宫格 一到九 如果你没有 一到九的这个数字的时候 在你的人格特质上面的 显现面向 以及给大家在相处 在内心需求上面的 一些小小的建议 希望你会喜欢 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周见 然后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大家看到 我们下周见 至于 他们下周见